前港姐前惠儀 去年單方面宣布 跟大聲銀行家族後人馬青陽離婚 當時Winnie還向外自爆 被迫遷到一間武槍的細房 長達大半年 又暗示經濟出現問題 而馬青陽亦同時被傳暗交外籍女模 事件擾讓多時 那天兩人再度為離婚訴訟出庭應訊 下午約兩時 Winnie和馬青陽分別現身 期間有傳媒問Winnie的近況 她就這樣回應 快點搞點 是呀 因為到今時今日 都差不多六年了 都未有甚麼進展 但有沒有傷心 不知道 希望 是呀 晚一點再跟你談 會不會 但有沒有見事 會有些不開心的事 不開心 這樣搞一定不開心 是呀 希望 希望馬先生可以快點幫我 給了一些律師錢 讓我可以繼續 生活方面有沒有問題 也有些問題 對呀 對呀 也有些問題 對於Winnie表示 馬青陽沒有付律師費 馬先生也忍不住向傳媒吐苦水 直至Winnie精神有問題 大爆對方苛索無道 她找個全香港最貴的律師 去花錢 那麼多錢 我未必有 我都要給我一點時間去籌備 對呀 但有沒有想到現在的生活 你剛才說的生活上 可能也有一點 其實我都給她生活費的 一個月都 她都有十八萬生活費 還有一個信用卡 就三十幾萬去錄卡 所以她一個月都有四五十萬 的生活費 我想她比我好 但你又說 如果她搬了一個小房子 其實這個不是事實 其實不是事實 其實她搬了 其實我們有兩層 她搬了去下面的客房 即是有一個套房 她搬了去下面住 她說沒有窗口 上年我也是沒有窗口 因為我上個大廈都是在裝修 都遮住了 現在就全開了 窗口比我的房間更大 除了反駁Winnie的指控之外 馬先生亦特別澄清 有新歡的傳聞 說真的 這是一個廢物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看看 我想 全部都是P圖 如果那個女士 我也不認識 如果有的 我也會和她一起有照片 全部都是P圖 做得挺漂亮 不過 沒甚麼所謂 她說什麼 離婚 永遠都是說離婚的最大原因就是 老公就是第三者 不過我想說 如果給你一份文件看 其實她不是離婚就是第三者的問題 離婚其實是一個不正常的行為 而做出離婚 她 她 由 早四五年前 已經開始 神智 就有些問題 我那時候都有做東華三面 很多總理 各方面 就在這裡 罵我的朋友 就是總理 這些說的東西 到之後 她就 天天就 就開始 在這裡罵我 就是 罵我 不給錢她洗 一天都說我不給錢 我欠她錢 到一個地步 她是叫我 要 她提出離婚 她提出叫我去 搞離婚 收拾 還有其實她 都有一些家暴在這裡 就是發瘋在這裡 折我兩脫 這些東西 也有的 馬先生 有些生活費 是你的 是 是 很少 她說有幾十萬 對 十八萬一個月 是不是真的 剛才說過 你有家暴 對 你說呢 你說我每次 你說我會不會 我怎麼會做這些 還有 我覺得很多事情 都是她作的 她說想磨解 我不覺得